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星云大师原籍 全球的信众都赶赴佛光山道宴 但是大陆地区的信众 因为两岸往来有诸多的不便 所以无法如愿的来到台湾 为此国民党团立委 特地召开记者会 呼吁政府和陆委会 给予专案协助 让大陆的信众能够来到台湾 送星云大师最后一程 记者会还没开始 国民党总召曾铭中率领立委 先默爱一分钟 向星云大师致意 大师原籍 全球信众哀痛都赶赴佛光山调念 但两岸交流还未完全开放 国民党立委特别召开记者会 表示大陆信众不该被拒于门外 请政府落实蔡英文总统 他的宣誓是 疫情后两岸人民恢复 健康有序的交流 蔡总统一再对外宣誓 希望蔡政府以人道主义及宗教交流考量 谨述专案开放大陆人士来台 调念星云大师 两岸都有星云大师的信徒 以及朋友都希望可以最后来调念星云大师 是不是应该借由这样一次机会 我们看到 其实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都是共同在痛失星云大师 对于现阶段政府积极拼议后观光经济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表示 开放大陆信众来台追到星云大师 和开放陆客来台旅游是两回事 但确实有关联 第一个我们的呼吁就是 如果你今天连对星云法师来台调宴 你都采取一个巨人与千里之外的话 那你何况你还要再讲出 未来什么开放陆客观光 那你这样子太没有善意了 因为我们有讲宗教无国界 宗教也是慈悲的 星云大师的原集赞颂典礼在2月13号 因为时间紧迫国民党立委呼吁 以专案处理加快脚步 通通大陆人士来台宋大师最后一程 要申请要核准人家还买机票 希望蔡政府陆委会赶快进行相关的专案核准 接受申请之后重塑重宽 我想应该本着蔡总统本着一个慈悲的心 蔡总统也曾经被慈悲师父称呼为台湾的妈祖 妈祖就是一心要向善 弘扬佛法 我想这件事麻烦蔡总统用 现在两岸的交流是停顿的 用最快捷专案的方式 能够希望她的家人也好 她的信众也好 能够来到台湾送我们师父最后一程 南京卫视叶云梁海瑶台北采访报导